在近期举行的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交流会上 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 市长杜惠良表示 鄂尔多斯将力争5年内迈入万亿GDP城市 进入全国地级市30强 对于地级市而言 能否进入万亿俱乐部是应实力的重要标志 因此不少城市虚实待发 刚刚跨上5000亿台阶的鄂尔多斯 也定下了冲刺万亿GDP之城这个小目标 从2017年的3150.21亿元 到2021年的4950.27亿元 再到2022年的5613.44亿元 鄂尔多斯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000亿元 4000亿元 5000亿元 三个千亿级大关 人均GDP在全国名列第一 近年来 鄂尔多斯的发展势头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 但从5600亿元到万亿元 几乎相当于再造一个鄂尔多斯 因此 业内不少评论质疑 鄂尔多斯步伐是否卖得过大 毕竟 目前全国20多座外溢GDP城市 从5000亿元到万亿元 广州走了五年 杭州 长沙 郑州 合肥 福州 西安为六年 宁波 青岛 全州用了七年 济南八年 东莞为九年 基本上都在五年以上 厄尔多斯闯关速度能否改上广州 超越杭州 长沙 郑州 合肥等城市 自然备受关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综合研究室副主任王继元 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厄尔多斯作为资源型城市 其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资源高度相关 能源资源具有高度的周期性 当适逢能源上升周期时 确实有可能出现城市经济的短期爆发式增长 这与一般城市的增长速度不同 但遇到能源下行周期时 同样也会出现城市经济增长缓慢 持续徘徊的情况 他说 基于对新能源的期待 在王继元看来 厄尔多斯地处我国能源化工金三角地区 是罕见的能源复基区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 厄尔多斯以探明的煤炭和天然气储量 分别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高领土储量65亿吨 位列全世界第二 煤炭销量达8.4亿吨 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厄尔多斯的发展自然与能源息息相关 21世纪初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拥有丰富洋煤土气资源的厄尔多斯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风口 一跃成为内蒙古经济第一大势 厄尔多斯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继十年厄尔多斯GDP跨过了3000亿元 4000亿元 5000亿元三个大台阶 从2012年2305.8亿元 增长到2022年5613.44亿元 限价总量翻了一番多 2022年厄尔多斯为统筹能源保工和产业发展 累计货币核增产能煤矿90座 新增产能1.2亿吨 新核准煤矿4座 煤炭销量增长15% 煤炭产量达全国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完成全国25个省区市和区内10个盟市 6.96亿吨煤炭保工任务 内蒙古经济学会副会长周海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显示了厄尔多斯在原有丰富能源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这是厄尔多斯勇于将目标定在万亿GDP之城的信心基础 此外厄尔多斯正在全力打造四个世界级产业 即世界级能源产业 世界级现代煤化工产业 世界级新能源产业和世界级羊融产业 周海峰认为通过定位这四个世界级产业 厄尔多斯有望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并成为推动GDP增长的有力支撑 王继元也提到厄尔多斯将新能源产业 作为下一步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今年1至7月厄尔多斯是在建新能源产业项目167个 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 投资同比增长248.3% 为构建世界级能源产业 厄尔多斯正在打造世界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 最大的储能产业基地 最大的轻能产业基地 最大的新能源重卡基地 预计到14.5末 厄尔多斯新能源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 风光轻储车产业总产值超过5000亿元 约等于再造一个厄尔多斯 厄尔多斯期望5年突破万亿GDP支撑这个目标 是基于对新能源产业的期待 王继元说 不过他也提醒 厄尔多斯虽然具有良好的风光资源 但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 还要看销纳情况 从全国来看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 风电和光伏发电将实现大规模高比例发展 但接往销纳则是当前的薄弱环节 而接往销纳能力的不足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制约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 他说 厄尔多斯固定资产投资 对经济增长也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据厄尔多斯市统计局数据 今年上半年 厄尔多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6.3% 保持两位数增长 其中 采矿业投资同比增长16.2%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4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 同比增长47.6% 与此同时 新兴动能增势强劲 高技术投资同比增长63.9% 新能源投资同比增长369.7% 然而 尽管当前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 但周海峰指出 这种增长是在大的宏观层面 以及三年疫情前 经济被动滞长的前提下发生的 未来固定投资能否持续保持这样的增速 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周海峰认为 厄尔多斯的发展形势虽然良好 但设定五年冲击万亿GDP支撑的目标 给当地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不过 根据近期当地政府的工作部署来看 这个目标已经被纳入了日常工作和目标中 他说 难度在时间节点上 近年来 尽管厄尔多斯发展势头迅猛 但数据显示 厄尔多斯煤炭产业 占经济总量近70% 财政总收入的近50% 因为独大产业结构依旧没有改变 2013年 由于煤炭价格的大幅下跌 厄尔多斯诸多煤矿关停 使得该市的GDP增速 从内蒙古自治区第一 降至倒数第一 可谓成也煤炭 败也煤炭 尽管近些年 厄尔多斯因为能源上行周期 再次翻身 但仍然容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 近期 厄尔多斯市统计局发布的 工业经济挂档提速 还需精准低贯一文提到 2023年二季度 大宗商品价格下行 市场需求不振 进一步压缩企业盈利空间 近半数企业收入下滑 利润减少 生产经营面临挑战 文章还提到 当前需求提振总体乏力 经济回升仍需蓄力 期盼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落实 为企业纾困解难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王继元认为 虽然当下厄尔多斯抓住了能源上行周期的机遇 但对于资源形成式的发展来说 需要从更长的周期和更广的视角来规划 在他看来 厄尔多斯目前仍然没有根本扭转 长期累积形成的重型化产业结构和依赖资源开发的发展模式 煤炭 天然气 电力三大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较高 新兴产业占比偏低 产业发展仍集中在上游领域 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较大 工业转型速度有待加快 他说 此外 王纪元认为 厄尔多斯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仍需加快步伐 科技创新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 他进一步表示 厄尔多斯科技资源与临近的呼和浩特 包头 银川 榆林等地区相比仍处于中等位置 2022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0.79% 不仅明显低于包头 呼和浩特 也低于内蒙古全区平均水平 2023年 厄尔多斯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 当前厄尔多斯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包括传统产业升级不快 西星产业支撑不强 以能源结构调整 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需久久围攻 科技创新底子博等 周海峰认为 尽管厄尔多斯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根据其目前的发展情况 他认为厄尔多斯迟早能够实现 冲冠万亿GDP目标 厄尔多斯的决心很大 肯定能上卖一大关 只是难度在于时间节点和速度 周海峰表示 王继元认为 关键是要真正把资源优势 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 改变一枚独大的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 延伸产业链条 提高附加值水平 走出一条资源地区 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